好市多進口的冷凍藍莓 以及冷凍綜合莓 相繼被驗出含有A肝病毒 但好市多僅以退一賠一的方式 補償消費民眾 消費機會狂轟 好市多沒有誠意 同批好市多三大缺失 因此決定帶消費者打團體訴訟 即日起收件到8月20號 將爭取三倍的懲罰性賠償 以及每個人2萬元的健康撫慰 民眾印象還很深刻 今年4月底到5月中 好市多賣場三種綜合莓 冷凍藍莓接連檢出A肝病毒 影響約4.2萬會員 當時造成人心惶惶民眾排隊退貨 但毒莓果吃下肚了 受害者僅得到退貨退錢 看在消費機會眼裡 十分不負責任 最起碼會有三個損失 它可以依法請求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不良的企業 就要付消費51條的 懲罰性的賠償金 消費機會批三大缺失 包括3月美國就爆出A肝莓果產品 台灣好市多沒有預防性下架 在台設置14處據點 因設置檢測機制 業者並沒有自主的食安管理 補償部分退一賠一 為針對非財產的損害拿出賠償 是不負責任的慰穩措施 消費機會將協助受害者打團體訴訟 目前主張健康權撫慰金 每位2萬元 以及三倍的懲罰性賠償 為消費者爭取合理權益 我們覺得對於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我們認為是不足或不足的 消費者這邊還是能夠踴躍的 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消費機會全台消保官統計已接到 超過200件的消費者申訴 團體訴訟即日起設理 一直到8月20日 受害民眾只要提供個人資料 和購買證據 不需要額外付提告相關費用 對此好事多不予評論及回應 不管最後判決金額是多少 品牌形象已經大大受影響 這周天杰 楊宗燕 台北報的